黄老师,昨天我和同学去抓蜻蜓耶 抓到了没? 我抓到了好几只哦 这么厉害啊,你怎么抓的? 我用手指头在蜻蜓前面转圈圈 蜻蜓的眼睛也跟着不停地转动 然后我就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抓住它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蜻蜓会那么容易被你抓住? 我不知道耶,是同学教我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蜻蜓那么容易被你抓住 是因为它想看清楚转圈圈的手指头 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忘了逃走 蜻蜓的眼睛看起来好大好大哦 是啊,蜻蜓的眼睛约占头部面积的一半 因为蜻蜓的眼睛是腹眼 腹眼?什么是腹眼啊? 如果你有机会用放大镜观察蜻蜓的腹眼 就会看到它是由非常多的六角形单眼集合起来的 上面的单眼和下面的单眼作用有点不同 上面的单眼可看远 下面的单眼可看近 不管任何时候蜻蜓都可以马上把焦点对好 就像那种自动调整焦距的摄影机一样 我还注意到蜻蜓飞的时候 像喷射机一样是一直线的前进 可是蝴蝶却上下摇动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蝴蝶前后两对翅膀都一样的拍动 而蜻蜓前面一对翅膀跟后面一对翅膀的拍动不一样 能够保持一定的福利 这样在空中找蚊子吃比较看得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暂时不在调整的影响